国勤班日前表示,我国消费扶贫工作在2018年底全面启动以来,带动了贫困群众分收。 2019年,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4163元,比上年增长7.1%,增速加快2.7个百分点。 今年上半年,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,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4.9%,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。